就好 音音在做诗呢 三婶来了 西师傅病了 让我们自己看书练字 外面可冷了吧 还好 三婶请坐 我看看我们家莺莺写的字 莺莺 你写的字可是越来越好了 这是你做的诗 是啊 三婶看看写得如何 好 写得真好 我还以为是大师员李白写的诗呢 没想到我们家莺莺也能写得这么好 新师傅也说我的诗啊 比德昭和婷婷她们强多了 好好好 我们赵家啊要出女诗人了 了不起啊 这可不敢当 对了 音音 你看我给你带了什么来 过来看看 来 给你的 给我的 燕国长公主到 圣人好些了吧 好多了 麻烦你又来看我 我即使人在家里啊 心也在你这儿 还倒不如来呢 白莲 我不想吃 怎么也得吃点啊 就算身体健康的人不吃东西也受不了 更何况你这身体还有病 这燕窝粥啊 也能顶药呢 你还别说 这衣服还真挺合身的 这衣服可真漂亮 音音啊 喜欢这件衣服吗 喜欢 喜欢就好 最近天冷了 我怕宫里做的衣服不合体 把你冻着 这些天我就连日给你改了 还好 怎么算赶出来了 来 坐 三婶对我可真好 我要是有你这么一个闺女 该多好啊 那我就叫三婶娘吧 好啊 三婶没有生育儿女 在我心里啊 早就把你当亲闺女看了 这美娘的孩子 真够可怜的 谁让我娘没福呢 这么早就过世了 好在二娘对我和弟弟妹妹们都好 要不然 我们真是挺可怜的 音音 二娘对你还有德昭 都很好吗 是啊 我们可亲了呢 三婶叹什么气啊 其实 三婶有话对音音说 没什么 你们哪知道啊 什么 我们不知道什么 你娘 你娘的死 其实 其实 我娘的死 她的死怎么了 你看我今天是怎么了 怎么突然跟你说这些了 音音啊 没什么 真的没什么 你就别再问了 三婶 你肯定有什么瞒着我 我娘为什么突然得病 她的死 这就是怎么回事 她的死 音音啊 不是我不想告诉你 是因为 是我 是我不敢说 要是官家和圣人知道 是我说的 我便会没命的 我不跟他们说 是你告诉我的不就行了吗 那官家要是问你 是谁跟你说的 你怎么回答 这 我还是不能说 你还是别问了 三婶 三婶 我求你了 你告诉我吧 我发誓 我绝不像任何人 连父皇也不说 是三婶告诉我的 如不守事 天打雷劈 快起来 莹莹 莹莹 你娘离开人世之前 你还记不记得 她患了一场病 记得呀 那你还记得 你娘患的是什么病吗 这个我真不知道 三婶 你快告诉我 我看圣人今天的精神头啊 可比昨天好多了 婉卿 你说是吗 婢女也觉得是这样 若真是这样 那自然好 那公主可以放心了吧 赶紧回家去照顾张庄 她又不是吃奶的孩子了 而且家里还有百灵呢 况且我出门的时候 也说过了 这两天啊 我就不回去了 我留在这里 替我哥照顾你 放心吧 我一定照顾她 不会比我哥差 不用的 你没看见吗 我哥那脸瘦的 就剩那么一窄条了 她白天要处理朝中大事 晚上还要过来照顾你 身体怎么瘦得了 我越心疼她 说了多少变了就是不听 念都念不早 真拿她没办法 现在由我来照顾你 她不就放心了吗 公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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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月红 这你这么印度的魔鬼 早就应该离开这个世界 下地狱 柳月红 你说什么胡话了 当年 你到了我们赵家 为什么不肯走 我奶奶我娘给你找颇家 你为什么不肯嫁 别说 你和那个薛凤娇一样 一心就想得到我爹 只不过比他做得隐蔽 而且荣月以偿了 可是你心中有愧 我奶奶在天之灵 是不会放过你的 他会一次一次进到你的梦中 所以你才有病 盈盈 看到那个薛凤娇的下场 你害怕了吧 怕死 怕遭冒养是吧 可是老天有眼 你想活也活不了多久了 行了 盈盈 你别再说这些胡话了 二娘平时是怎么对你的 你都忘了吗 你今天怎么能反过来 招他死呢 他的都是装的 我现在才明白过来 姑姑你也上他当了 别再说他蒙蔽了 这是怎么了 你看看你 你都说什么呢你 看到我爹来了 就装哭 哭死你吧 你为何要这么说他 盈盈他疯了 刚才还咒圣人去死 姐娘 那不是我咒他 是他罪有应得 住嘴 父皇你也帮着他 你早已经忘了我娘对吧 你能识破薛凤娇 却不能识破他王月红 当年我爹 从尼谷安里把他救出来 他就赖在我们赵家不肯走 夺了我娘在父皇心中的地位 娘从此郁郁寡欢 才胡获被气死 我 陛下 反了 官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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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陛下 你打我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陛下 你打我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陛下 你打我 他从来没有打过我 是这个鱼血女人 害死了我娘 我揍你 我揍你 快走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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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圆虹 圆虹 快去叫太医 是 圆虹 圆虹 你醒了 棺桥 你不该那样 我不在意盈盈说的话 她就是个孩子 你不怪她就好 好好养病 病很快就会好的 那你答应我 别再为难她 别骂她 更不能打她 朕答应你 朕刚才是生她的气 朕 也不愿意打她 盈盈今天真是奇怪 怎么会突然说出这些话来 平日里 她对圣人还是很尊敬的 她是从哪里听来的这些混账话 给我查清楚 心血 就是她自己猜测的 臣妾有个尽求 你说 求官家 别再查今天的事了 行吗 朕答应你 你能不生莺莺的气 就比什么都好 洪太医到 陛下 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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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王大官 皇上队刚才大闹 气得陛下动手打了他 下手重了点 差点打倒在地上 圣人一急就晕过去了 怎么会如此啊 请去奏告吧 是 启禀陛下赵大隐求见 宣 是 陛下有旨 宣赵大隐觐见 臣拜见陛下 起来吧 谢陛下 陛下 陛下的脸色不好 是否还在为圣人的病情 心机如焚呢 月红的病又加重了 那红太医是怎么说的 要调理一段时间才能奏效 能治愈就好 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长短的问题 陛下就请放心吧 国家大事很多 已经够陛下操劳的了 陛下要是过分担心 也会有碍龙体康太啊 你来是有什么事要奏告吗 婴影已经十七岁了 早已与魏宰相之子订婚 不知是否可以出嫁 若是婴影成了亲出了皇宫 便不能再去与月红生事 这个事抓紧办 你去告诉卫人浦 婚期就尽则定 令旨 有件事该跟你说了 宰相卫人浦 来给他儿子和婴影提亲 朕想了想 决定让婴影出嫁 可是婴影才十七岁啊 十四五岁就有出嫁的了 时期还小吗 朕已经答应了 刚才为人谱来说 婚期已经定了 六天以后 这么匆忙 那嫁妆呢 朕已经让京娘 监察有四孽给她准备了 我这个为娘的 不能亲自给她准备嫁妆 心里怪难受的 你这不是生殖病的吗 你就别操这个心了 盈盈一出嫁 你的病也就好了 官家不会 是因为我才让盈盈出嫁的吧 不 不是 是为人普提的亲 不对 这是官家的意思 你就别多想了 朕跟盈盈说了 盈盈可高兴了 真的 朕什么时候骗我你 来 喝酒 好 结婚 是人的一生中 最重要的事情 别让孩子心里不痛快 瞧你这话说的 就好像盈盈是你的亲贵妮 而朕不是她的亲爹似的 来 好 哥 你就放心吧 这件事情包在我身上 绝不会出任何差错 时间紧 你快去安排吧 王歧恩 宣应应 是 来 站那么远干吗 昨天爹爹打了你 是一时气愤 你是爹的亲骨肉 爹爹也很心痛 不过 你想想你昨日说的话 父皇 盈盈并没有说错什么话 你现在还这么认为吗 事实如此 若不是王月红的出现 我娘怎么可能会生病 后来生产弟弟的时候 自然也会顺利 你是听谁这么说的 我奶奶岂能胡说 你奶奶 不可能 你奶奶很清楚你娘的病 也很清楚你二娘的为人 怎么能说出这样的话 就是我奶奶 那你奶奶有没有跟你说过 你娘的临终遗言 让你二娘替她照顾你和德昭 还让你二娘嫁给爹爹 奶奶是这么说过 可谁知道是真是假 也许是那个女人求娘这么说的呢 你怎么能这么说呢 这么多年 你二娘对你怎么样 你难道不清楚吗 她那都是装的 是她心里有愧 什么二娘 我以后再也不会叫她二娘了 我以后再也不会叫她二娘了 你还想打我 那就打吧 打 你长大了 你长大了 爹爹 小的时候都没有打过你 昨天要不是因为气氛 爹能打你吗 不打我了 你二娘 不让爹爹为此事说你 说你以后长大了 会明白的 父皇要是没有什么别的事 我就先退下了 还有一件事 就是你的终身大事 刚才宰相为人谱说 说想让你跟他儿子为贤信成亲 成亲 爹已经答应了 再过六天 就是你的好日子 可 可是我还想啊 再过两年成亲也不迟啊 爹说过的话 是不能改变的 爹爹 奉你为永庆公主 刚才爹爹已经跟你京娘姑姑说了 让她准备你的嫁妆 你有什么安排 跟她说 官人 好 早点休息吧 芙蓉啊 后天就是阴阴的大喜日子 进宫看看她吧 你放心吧 我还会送她一些贵重的首饰 好 公主 三婶来了 明天就要出嫁了 这是我和你三叔的一点心意 你就带着去魏家吧 这么贵重啊 没关系的 公主喜欢就好了 我还觉得理薄了点呢 三婶对我可真好 看看 还有什么东西没做完的 我来帮你 全都准备好了 都是京娘姑姑经手办的 她可用心呢 我看看你这衣服 你还别说 这是挺漂亮的 是啊 我也挺喜欢的 可是就是这个 你看 这里的线怎么缝的呀 都开了 怎么搞的 你们是怎么做事情的 没关系的公主 你别着急 要不让他们给京娘姑姑送去 重新坐一下就好了 拿去吧 把那件也带上 公主别着急 京娘姑姑一定能做好的 嗯 三婶 你看这个 好看吗 好看 当然好看了 我们家公主底子好 带什么都好看 要是你娘在身边 该多好啊 五娘真是命苦 是啊 你娘的命 就没有你二娘的命好 嫁给官家不到一年半 就成了圣子 二娘 她再不是二娘呢 我恨死她了 恨她你还为了她成婚啊 我哪是为她才成亲的 你还不知道啊 什么呀 公主 这都什么时候 难道你还不明白吗 你成婚 是官家为了给病中的圣民充喜啊 什么 充喜 休想 公主 你小声点 官家已经定了的事 满朝温武都知道 岂能更改啊 我怎么还这些呢 我就是不成亲 公主 不成亲 公主 不成亲了 就是不成亲 我就不认为你说这么多 这官家要是知道了 还不是我的死罪啊 就别换这些了 来 公主 圣人 圣人 你来了 你看 你又在这胡思乱想了吧 我是在想 音音她娘 都没能看到音音出嫁 人人都有自己的命 她没这个福分 那能怪得了谁啊 我把你请过来 是想问问 音音的嫁妆 放心吧 我昨天就已经准备好了 我想 把这个送给音音 你说好吗 这是在官家出生的时候 赵王两家长辈 为我们备下的婚配信物 圣人 这么珍贵的玉佩 你也舍得 音音是官家的女儿 也是我的女儿 再说 她是第一个出嫁的孩子 我有什么舍不她的 只怕呀 音音她还不能理解你的心 音音年纪小 等她长大了 公主 走 走开 音音 你来干什么 我要出嫁了 我来看看这个生病的女人 音音 你说什么话呢 你怎么能这么称呼你二娘呢 音音 你过来 快 去呀 快去呀 去就去 二娘 想把这个送给你 快去 音音 你公子和圣人的一片慈爱之心哪 但我不知道吗 这早就是两半的玉佩 送我这个 安得什么心啊 是想让我和魏贤系的婚姻也成两半吗 音音 你知不知道 这是你奶奶给你二娘的婚配信物 我知道 我还知道 我明天出嫁是给这个女人冲喜 我告诉你 我不出嫁 这冲喜就不会灵 你等死吧 音音 你干什么 音音 音音 是圣人 快 快去申太医 快去请官家呀 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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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到底怎么回事 还不是因为音音 圣人连那块玉佩都舍得拿出来给音音做嫁照 可音音却说那块玉佩是两半的 圣人她没安好心 还说她出嫁就是官家给圣人冲喜 周圣人去死 你把她给我叫来 哥 算了吧 今天晚上音音就要出嫁了 别再责备她了 况且 刚才还是她跑出去找到太医 伟臣拜见陛下 情况怎么样 回禀陛下 圣人的病 怕事难以治愈 好 朕要你务必给她治好病 是 臣一定尽力 一定尽全力 快去想办法 是 快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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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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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 一定要以国家 百姓为庄 愿女色 愿小人 好 朕谨记 要记住 道德经里的那句话 父子 一家做生 一手做苦 官家 以后平定各国 要少杀龙 少流血 朕 记在心里 记 全付 救 月红 你笑说什么 啊 官家 还有的时候 也可能砸了脚 抓破头 这 臣妾与官家 做了六年的父亲 这六年 一直受官家恩仇 真切觉得 很幸福 月红 我们还有很长的时间 很长的时间 哥爷 我 没有 我 没有 没有 是 佛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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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弑起水换情沙 拿眼山河崩塌 马蹄见黄沙 雪云了晚霞 你回歌天下 一场风艳瀟 Sew 深入的妄家 我用此生作画 将名书饮下 伴你登高河挂 说声是繁华 你用此生作画 将人的菩萨 从此藏海流下 看清阔光荒 就想让她在九泉之下 也能看到朕 看到朕的一言一行 柳光照年华 已是万方太平 灯火绕人家 将这花 映晚霞 朕知道 你不想看到朕 在大天光中之下哭泣 朕知道 在月来生 从此生活 哪只有 你遇到 15分裂 从此沧海流伤 看乾坤狂荡 大隐 开封城府已经修缮完毕 请大隐前去试察 这十件大事啊 让我梳洗一下 对了 别忘了叫上芙蓉 是 这些书都搬过来了 对 我把它放在了两边 来 然后下 我回来 你先帮你去 来 帮你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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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陶九 你是来建则阵的不是的吧 尽管坐来 不敢 微臣不敢 陛下 年节哀罢 您已经有一个多月 没上早朝了 是啊 期间也会见过大臣 可微臣看得出来 你的心思根本不在朝政上 陛下 正月初一的朝贺没搞 现在十五的佳节已经过了 陛下 你就想想国事吧 大宋国有比陛下恭维烦恼 更重要的事情 陛下 那就是您念念不忘的 天下百姓啊 朕现在就去秦政殿 陛下 为人谱告病 请求辞去宰相遇职 王秦恩 在 宣太医 是 丞相 你患的是哮喘病 病得不轻啊 已经水肿了 那怎么办 需要马上诊治 丞相 陛下有旨 说丞相的药犹太医院出 为臣马上去开方子 老臣协助龙恩 丞相多保重 多谢 大爷 夫人 来来来 坐 好 再添个杯子 新官邸的书房 比以前的宽敞多了 本来我是没想 在开封府见候宅 都是夫人一力坚持啊 那你还会原来的宅子去住啊 你不去我去干什么 大爷 大爷 上午在下去了秦政殿 官家 已经准许为人谱辞去宰相之职了 这么说 宰相之位出缺了 赵谱很有可能出任新宰相 好啊 好啊 那我就举荐他出任再相吧 举荐他 官人 你没事吧 这样 他 这样好吗 有何不好啊 赵谱他确实是一个 有惊天伟帝之才的俊杰 与其拒人千里之外 还不如拉来为我所用呢 即便官家 不愿意按照遗嘱行事 也可以让赵谱为我大宋出力嘛 依我看 这赵谱到死 也不会依附于你的 夫人说的不无道理 要想让官家跟赵谱反目 不是件容易的事啊 我注意已定 再难我也要试一试 大阴此技虽然好 可也得防止万一不成 最好不要让赵谱一人独揽大卷 也设两到三位在相 可惜啊 你还是个汉离学士 在下并没有要出认在相的意思 只是赵谱一向对沈亿伦 令于庆暗怀妒忌跟不满 他肯定反对此二人 与他一同没想 何不有在下的辜负刘温嫂出人 也可起制衡的作用 好主意 还有 赵谱去了郑氏堂 淑谱愿交给谁 才能对大阴有利呢 在下想来 赵谱一定会举荐李重举 因为李重举是赵谱知尽的人 是赵谱一手提拔起来的 他会怎么做的 而书密使执掌全国军务 是朝廷的要职 最好能由和大阴亲近的人来担任 大阴 可否让泰山大人 扶王爷来出认 如果赵谱不领情 与大阴继续作对 也可制衡于他 要是让李重举来接任该职 必将成赵谱的暴行 法规计划 不过 武札 武术 蛇